三十世家,楚元王世家,楚元王刘娇,是高祖的同母小弟,自由,高祖兄弟四人,大哥名伯,伯早就死了,当初高祖威的时候,曾经为了躲避难事,常常和宾客路过大嫂家去吃饭,大嫂讨厌小叔,小叔和宾客来家时,大嫂假装羹汤已吃完,用勺子刮锅,宾客因此离去,过后看锅里还有羹汤, 高祖从此怨恨大嫂,等到高祖当了皇帝,分封兄弟,唯独不封大哥的儿子,太上皇为孙子说情,高祖说,我不是忘记封他,因为他的母亲太不像长辈了,于是才封他的儿子信为庚洁侯,封二哥仲为代王,高祖六年,在陈县逮捕楚王韩信以后,就封小弟娇为楚王,定都蓬城,娇在为二十三年去世, 儿子姨王颖继位,姨王在位四年去世,儿子王务继位,王务继位二十年,冬天,因在为伯太后扶桑期间犯了私罪,削去东海郡封地,第二年春天,悟和吴王合谋反叛,他的乡国张尚,太夫赵一吴建祖,不听从, 误杀了张尚,赵一吴,起兵和吴王向西攻打两国,攻占了吉弊,行至昌义南辩,和汉江周亚夫接战,汉军截断了吴,楚军的良道,士兵饥饿,吴王败走,楚王勿自杀,吴,楚军就投降了汉军,汉军已经平定吴,楚叛乱,孝景帝想让德侯广的儿子 继承吴国的王位,让元王的儿子吴,继承楚国的王位,窦太后说,吴王是老一辈人,理应为宗室效忠从善,如今却带头率领七国叛乱,扰乱天下,为什么还要接续他的后代,不允许立吴王的后代,只准许立楚王的后代,当时李氏汉朝的宗正,于是封立为楚王,供奉元王的宗庙,这就是楚文王, 文王即位三年去世,儿子安王到继位,安王在位二十二年去世,儿子贱王驻继位,湘王在位十四年去世,儿子王纯继位,王纯继位后,帝节二年,宦官尚书告楚王谋反,楚王自杀,国号被废除,封地收归汉朝改为彭承郡,赵王留岁,他父亲在高祖的儿子中排行剧中,明有嗜好为忧, 忧王因为忧伤而死,所以嗜好为忧,高后把吕禄封在赵帝为王,一年而高后去世,大臣诸沙吕禄等吕氏家族,于是立忧王的儿子岁为赵王,孝文帝即位二年,立岁的弟弟辟家,割去赵国的何坚郡为何坚王,这就是文王, 再为十三年去世,儿子哀王福继位,福一年去世,吴子,绝后,国号被废除,封地收归汉朝,遂已经为赵王二十六年,孝景帝的时候,因为犯有过失被朝错,削去他的常山郡,吴,楚叛乱,赵王就和他们和谋起兵, 他的相国建德,那是王汉建祖,不听从,就烧死建德,王汉发兵铸囤在赵国的西部边界,想等待吴军一起西进,并派人到北边的匈奴,想联合匈奴进攻汉朝,汉朝派曲周侯立即攻击赵国,赵王遂退回来,拒守邯郸,对治七个月,吴,楚军在梁国被打败,不能西进,匈奴听到这个消息, 也停止发兵,不肯进入汉朝边界,栏部从打败齐国的前线返回来,就和立即合兵,沿水灌赵国的都城,赵的都城被水炮坏,赵王自杀,邯郸于是投降,赵幽王断绝了后代,太史公说,国家将要兴起的时候,一定有吉祥的预兆,君子被重用,小人被赤退,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,贤人隐退,乱臣显贵, 如果楚王悟不刑罚申宫,听了他的话,赵王任用防御先生,哪会有篡杀的阴谋,遭天下人杀戮呢,贤人啊,贤人啊,不是本质贤能的君王,怎能任用你们呢,太重要了,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出的政令,国家的存亡在于任用的大臣,这话实在太对了, 汉风同姓,楚有另名,寄灭韩信,亡于蓬城,牧生至礼,为梦作成,王悟弃德,与无联兵,太后命礼,为楚最轻,闻香济历,是挺财英,如何赵穗,代允绝生,兴王之赵,所任一名。